我们知道美联储隔夜没有决定加息 也是使得美股的这个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看到隔夜美股的收盘是涨跌互线的一个态势 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 有关于这个美股三大指数的一个收盘的表现 美股早盘小幅低开 五盘前震荡上扬 但是幅度不大 投资者明显在观望美联储一息会议的结果 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两点 美联储九月FOMC会议决定暂步加息 决定公布后美股指数一度下挫转跌 但是10分钟内全线反弹 道指最大涨幅近200点 标普500指数也在近一个月后 重新站上了盘中2000点的高位 但是随后三大指数重新回落 公用失业和能源类股领涨 但是金融和电信类股领跌 美元对一揽子货币汇率急跌近1% 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下挫 金价则上涨1% 美联储主席耶伦也在记者会上重申 市场不应过度解读次贷危机后 首次加息的时间 加息后联储也会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表示将继续关注美国经济数据 以及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状况 并不排除在10月的会议上加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